今天我想講的題目是跟大家講一講的 有時候有不同的人問你一些問題 其實你不需要急著去解釋 而是你要想一下 究竟需不需要跟那個人去解釋 今天大家都知道這個題目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做健身教練 如果有些不認識的人 或者是親朋戚友 然後有些人走到過來 然後就問 Jacky你做健身教練 我怎樣去減肥 或者是 例如你健身教練 為何你的身材卜卜 人家有六九腹肌 然後又說你玩力 或者你玩人家腹肌 有什麼不同 每個人都要玩力 不是每個人都要玩漂亮 誰想要力 對不對 很多時候 當我聽到這些很不合理的解釋 以前的我一定會很努力去防守自己 不是 我本身玩力 我又不是去玩健美的方便 又不需要有六九腹肌去展示我的力量 我們的力量就是 你舉得起多少公斤就多少公斤 然後那些人就會不明白 然後繼續同力 然後就會說 不是啊 你舉得大力有什麼用 難道你托起一輛車嗎 到你比賽的時候 別人看你身形 我剛才不是說了嗎 我們講力的 我們不是看身形 很多時候 沒有這些知識的人 和這個層次 不是跟得上你 或者是不喜歡聽人解釋的人 其實是 一個挺令人生氣的 但直至到今時今日 我覺得 解釋這件事其實不是必要的 尤其是我剛剛看到一篇文章 然後他就說 美國第16任的美國總統 林肯就說 與其你跟一隻狗去爭辯 讓牠咬一口 那不如讓牠咬完之後 就放牠走 因為就算你劏了牠 你的傷口都不會預合 同樣地 你跟什麼層次的人爭辯 你會註定會變成他那樣的層次的人 例如我們去做一些運動 我們不懂的 例如攀石 我們本身在玩力量 一會兒說 有多難 我自己用力拉上去 但其實攀石 也有很多不同的技巧 身體的協調性 純粹用力去做一個動作 是完全兩回事 所以當我們去到 另外不同的領域的時候 我們都要細心一點 去了解和聆聽一下 當中有什麼需要去注意 有什麼需要去學 所有東西都是相負相成的 不是說你有力就大了 你亦都要有技巧 而且你要參與某些運動的時候 你不是純粹用盲力就可以 可能你做其他運動 可能是游泳 可能是打歌爾夫球 或者是做其他不同的運動 就像你打架一樣 你打架都不是只用盲力 你都要有技巧才行 然後他就說 不是所有人都在同一個層次 當你生活遇到一些不理解的時候 即是不被理解 即是有些人不太知道 為什麼你要玩力 但不玩健美 因為全世界都喜歡腹肌 為什麼你偏偏要玩力 不去練腹肌出來呢 你先不要說要爭贏還是輸 即是你爭贏了他 你都不會改變他的心態 因為他終於覺得腹肌才是 全世界最漂亮的東西 才是最值得擁有的東西 不是說力其實不需要 但你要清楚 每一個人都不值得你去解釋 所以你下去 你要想一下你和他解釋 你是另一回事 雖然我是一個健身教練 但是我們的健身知識 也是一個專業 我覺得我們去解釋一些 可能說一兩句 都OK 但是當我們要長篇大論解釋 去運用到我們的專業 我們的經驗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是需要收費的 我是比較試賄一點 你下去這些情況 我覺得我給我的知識 你下去是需要錢的 通常都是這樣說 有些朋友 姨媽姑爹會說 如何減肥 通常我都很放鬆 你下去跑步 因為通常問得這些問題的人 都是對運動或健身是零知識的 你沒有理由一開始叫他舉鐵 所以你就叫他下去跑步開始 如果連他們說 跑步很累 那你就可以知道 你隨便放鬆就算了 所以有些人就算你說上課 那我都會某程度上 都不會說教他們太多東西 首先如果你做得到 其實如果你上課 我都不會叫他們上課 因為你連跑步都未懂 我無謂你浪費幾個水 我和你做最基本的練習 因為最基本的練習 可能你下街動半個小時 然後已經對你的身體 身層代謝 或者對你的身體機能 其實已經有很大的進步 相比起你完全零運動的時候 那些時候 有些人就會立刻反駁 我經常逛街 我經常逛街 我經常逛來逛去 這樣就不一樣 這個時候你就知道 他就不值得你解釋 你隨便放鬆就算了 所以世界之大 人總有三六九等之分 我們沒有辦法去改變 每一個人的性格 或者他自己的身體素質 或者他的所有事情 但是可以慶幸的是 我們可以選擇遠離他們 不去理他們 不去做一些多餘的爭辯 和糾纏 這個才是對我們最大的益處 所以當如果你看到 有任何這些人 你直接說都不想跟他們說 你就直接遠離他們就算了 不要說下去的時候就說 我又要跟你咬到死 咬到贏為止 不要太過去做這回事 你只會影衰自己 這些人一笑自知就算了 這就是我們這麼多年 學到的經驗 和剛剛看到這篇文章 解釋得到的事情 那就是今天想說的題目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